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昨天还未曾在外面回来 老实说,先那几天我全都在外面 只是在电话中看 主要是带女儿去参加中学的单车全国比赛 只是开车7个小时才到目的地 累到抽筋,现在才知道自己真是老 柳西兰有些地方,不知为何他们选择单车比赛 大到吓死你,每天都不同地方 每天都要起码9个字车才去到那个地方 有大风,近着威宁顿那边 有大雨,冷到痴肺,只有5度左右 要穿着金布在泥章里走去看 如果想看女儿怎样去踩 非常辛苦 也没有时间去准备一些东西 但我发现第一件事是美金升上来 美国都算好东西 经过三个颗颓额 一个Harvey,一个Erma,还有一个Mary 一个男二女 可以说是满目仓矣 整个美国的几个州 没有法子 这世界自从特朗普上场之后 这些风灾快和他庆祝 庆祝你成为美国总统 只是一个商人都可以搞定 但美国的资息和利息一直向上走 我早就和你们说了 什么是细表 细表就是远期利息会升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今个月未开始 资息已上定 当然市场不是说 今个月缩表 今个月开始缩多少 我想下个月会公布 缩多少 资息才上升 市场是走前一步的 市场的心理是走前一步的 尤其是何保日日在说 你未曾做 利息应该要先上升 这几天资息一直上升 在货币上的利息差距和其他货币 就是缩小了 对不对 我经常说澳楼加这几只高息货币 其实加也不是 一直都是给Carrie Trade 如果买高息货币 沽低息货币便已赚了利息差距 这就是Carrie Trade 很多基金一直都在做这些缩骨 添加容易做的一种赚钱 利用跌客户的钱去赚钱的方法 是其中之一 这已经是不幸 如果美国的利息一直大头向上走 因为现在只是一个做缩表 其他货币亦不能再加息 只有停留不动 息口差距越来越窄 即是高息货币已完全没有了优势 现在的盘价仍然有很多外出 所以这几只货币应该要下跌 大家看到 在我的无间道第一辑和第二辑 中央银行便不高兴 不止不高兴 即是要杀无资 杀无资 但当市场走势的势头来得太厉害 大家也看过武闲小说 那一招来得太厉害 我当然不会跟他硬拼 很蠢 等他弱时才奉取他的命 等他那一招可以洗到老 那时便出击 所以澳洲元上去80 是最好机会去沽 但仍然有风险 不知道势头会否继续去 去到那时 看清楚 慢慢破80 便移动市场 至少 现在10.78 又重新大选 刚好大选 到现在未成为结果 民主政制 大家也学到 这世界不算多数是赢少数 美国已是例子 希拉尼多了三百多万人拥护她 但她也输了 不是真普选 是每个普选都有不同形式 最近这两个大选 德国和纽西兰 两个亦是不同形式的普选 德国有接近多数赢少数 默克尔多数的票数已成为了总赢 未来四年 但仍然头通是如何拉拢 极有派的强劲势力 因为极有派的A.F.D.已经进占 比去年多数多席位 即是在德国国会上比较艰难 纽西兰到现在 国家党是多票数 应该赢出 但未够超过一半的六十一席 现在要等 中间的第三党 国家党决定是否贴在左还是右 他现在还在想 如果给我 我也不会这么快 让你知道 才可以决定 究竟是 国家党 或者是 工党 所以 在这么多民主政制 说就说民主 叫你们 民主地去投票 但到尾的结果 是不同形式地的民主 是有很多改变地的民主 我非常希望香港会成为一个 民主有普选 普选没有真没有假 但我亦希望 人士 在监管 在外面 什么都好 先认识清楚 什么是民主制度 最重要是 我们终于争取成功 甚至香港独立 不敢说 你如何搞定香港的经济 政治 向外 向内 只有一条水喉都搞不定 你起码有福保 我跟着你 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说 继续讲回会市 还有时间 欧罗 跌至1.17 西班牙的卡特兰 卡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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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洛兰 去学习 学习 小孩子 做父母 真是认真 佩服 佩服 巴斯洛兰 九成投票 赞成独立 看看人家怎样独立 你先说自己独立 对不对 到现在政府是 非常反抗 这些独立 打得飞起 你看看电视 一个西班牙 一个美国 打得你头崩压裂 拉着你头发走 这些女士 明不明白 香港 警察 如果你问我 还顺着羊 那些不是警察 那些叫羊裙 看见我都眼火爆 什么叫警察 警察是母者 不如你回去写字楼 坐在那里拿着笔写字 对着手机器 是叫你拿着警棍 拿着警枪在外面做事 谁是 对治安有威胁的 你就要动手 明白吗 什么叫警察 我今天又鼓吹警察 暴力 我非常大胆 又是那三个字 杀无蛇 现在是流行 是潮流所吹 The trend is my only fucking friend 所以我认为是什么 美金似乎有点回升 美金自从去年11月大选美国 一番狂热买到天高 特朗普开始上任之后 特朗普的市场失望 所有措施都行不到 便开始平仓 但只是断断续平仓 平平下 市场上升 又沽 一直是边战边走 平价 吃了糊 上升 又再订 又再平 一直是这样做 直至现在 由底线美元指数92.55 升上来 昨日收市是93点多 我觉得 空仓未曾调整完 空仓 平仓下来平仓 平仓下来平仓 亦正在等待上 但今次 似乎 那个势 即观看 94.14 上位 会否破 如果破了 分分钟会到38.2% 回调 是95.9% 接近96之下 又回到那里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市场 有一个大浪升 但接着一个小浪跌下来 或是小浪会变成大浪 再跌 也不奇怪 现在还未知 近几天 如果我们放假 我放假 市场仍会回稳 美金 美元升了 人民币 跌至6.68 非常明显 今周三 仍然有 所等待 星期三 亦会在一场 在庆祝 演讲 在St.Louis 看看他有什么 还有跟 就业和经济有关的经济数据 例如private sector的就业情况 以及ISM 是非制造业的 到明天 欧盟上个月 央行开会的纪录会 明天美国 亦会有 失业救济 有国际贸易数字 亦有工厂订单 到星期五 就业又出来了 今周仍然有点等待 所以市场会走得比较慢 非常好 因为今周仍然是放假的心情 你们不是 我是 OK 好